用农夫山泉的一句广告词 我不生产空气 我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谁能想到卖空气也能发大财 最近浙江金华盘安的一个小伙子火了 他用了一种天方夜谭的方式 卖空气年赚四百万 走出一条财富之道 杨洁人称空气哥 最早是做实验气体生意的 比如氧气氮气氛气氛氧化碳等 一次北方的客户向他开玩笑说 你们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 我都想搞点空气回去了 于是杨洁被萌生了做空气罢了我的想法 其实前几年卖空气这一概念就被炒出来了 一群贵州女孩把空气钻进塑料袋 售价十元 可惜最后产弹收场 还有陈光彪也因为卖空气炒作太狂 而被网友口诛笔罚 但杨洁却跟他们不一样 他成了国内第一个靠卖空气 真正实现盈利的人 去年他一共卖掉近五十万罐空气 按照18元到38元的价格 杨洁去年净赚400万 他的空气不仅在国内热销 还远销日本韩国美国西班牙等国 为什么杨洁能成功呢 首先杨洁的家乡海安自然环境很好 森林出带率达93% 空气质量好 助养离子多 其次他具备很强的气体专业知识 除了灌灯空气 先经过大升采集纳米途军 然后进行紫外线照射 翻倍加压等过程 以排除每瓶空气的安全隐贯 这种不可思议的致富之路 国外也有人在做 就比如在一些国际机场的商店里 就有卖新西兰平增空气的 每瓶170元人民币 还有卖加拿大大增空气的 年收入能达到50万美元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想收看更多奇葩事 欢迎关注小K 每天都会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